好,開始了 好,我們現在來測試 新的RG電壓表的防水極限的測試 我們要表示是在正常的狀況 電源是接這個部分 我們再放在水龍頭底下,讓它充裁正面 旁邊 好,還有電線的出口 好,然後 好 好,這封電線出口 好,都還正常 OK 都還正常 我們現在來放到 30公分的水深底下 好 我們用個東西把它壓住 來 好,這是在30公分底下 好 那 為了 證明我們這個電壓表不是 不是 不是只是一個 固定的數字,我們現在來接 我們現在來接電燈 好,做負載 測試 好,來 看 打開 有沒有 它現在45 我們接燈光下去 它就變42 好 45 所以表示我們 電壓表示 正常 有在運作了 那我們現在在 呃 在這個30公分底下 我們會陸續 放24小時 來確保它的防水是沒有問題的 OK 好 謝謝